好重 该不会又是皇冠 绳子 干什么用 洞穴探险家 就是今天的我 刺激的不要不要的 地图 哦 我看应该是张藏宝图 还有半张在哪呢 马丁 下来吃饭了 来了 这是 绳子就是干这个用的 早上好 爸爸妈妈 早上好 儿子 你每天的起床方式都充满新意 不带重样 孩子也每天是和不同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远足 这身洞穴探险家的装备 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洞穴探险 听起来挺危险 还是别去了 去锻炼锻炼没什么不好 儿子 记住 装备再好也得小心啊 放心吧 爸爸妈妈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谨慎 相信你 儿子 马丁 你这从头到脚可都是专业级别 帅呆了 一看就是个专业的 那啥 矿工 这叫洞穴探险家 姑母 回去多看看书 看 大巴到了 快 孩子们 大巴马上就要出发了 我们去的山区经常有石头落下 我要确认你们头盔都戴了吗 都有戴了 你们都很棒 那我们就出发了 这藏宝图 看不懂啊 这画的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这还写着一句话 你会狠 狠什么呢 狠什么呢 让我看看 你会狠富有 只要你 没了 这地图还有一部分被撕掉了 还有说嘛 后半句肯定是只要你找到宝藏 找到宝藏也得上交国家 想富有还得多读书 藏宝图不全 我看这宝藏还是在梦里找吧 你们的任务就是仔细观察野外的植物和动物 并且画下来 画得不好看没关系 但要仔细认真 知道了 老师 再见 别跑太远 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知道了 那边太急了 我们走这边 这边安静 安静 安静的地方好说悄悄话是不是 那你们两个去安静吧 拜拜 嗯 再说我就生气了 你知道后果 郭沫 老板 可这仓宝图就半张 只能看清一个地点 其他信息都没有 怎么办 两半跟半总能半 先找到洞口再说 这张图落在我们手里 说明苍天有眼 我们苦尽甘来石来运转了 如果放弃 那是对不起老天爷的好意 万一旧书店的老板发现了怎么办 这藏宝图只是夹在旧书里 不算旧书的一部分 所以也不算他旧书店老板的财产 所以我们偷了也没关系 那不叫偷 是拿 我是正大光明的拿的 万一旧书店老板 还是觉得我们是小偷 然后还报了警 怎么办 你别老是怎么办怎么办的 烦不烦哪 这东西我先看到的就是我的 我拿走它天经地义 警察来了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可是 别客气了 那也不动 赶紧去看看 马丁 看我刚找到的 好特别 好美丽的花 我们一起做个花朵书签吧 这主意好 那我们先把花朵夹在本子里做干花 我会好好保存这个书签 他记载了这个晴天 我们坐在草地上聊天 对了 很久没看见郭沫了 这家伙 别追我 我不是故意的 郭沫 你没事吧 差点没吓死 差点没吓死我 我再也不想看见牛了 特别是生气的牛 我要珍惜当下 就画这只瓢虫 郭沫 你不是特别喜欢兔子吗 快来 这儿有个兔子洞 不 兔子急了也咬人 我怕怕 兔子 兔子 你去哪儿 兔兔 马丁 郭沫 快过来 你们快过来 罗娜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但这里有事 有大事 看 这儿隐藏了一个神秘的洞口 我刚才稍微打探了下 里面很深 洞口上还刻了神秘的字符 看起来很眼熟 不好 老板 被人截足先登了 这下我们怎么办 难怪我觉得眼熟 藏宝图上有着一模一样的标记 这里肯定和宝藏有关系 太巧了 这就是天意 罗娜 姑母 我们来一次洞穴寻寶怎么样 非常乐意 马丁队长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是说宝藏都要上交国家的吗 不找到宝藏怎么上交国家 你说是不是 那小孩手里捏着的那张纸 你看到没有 不用说 那就是藏宝图的另一半 那宝藏成他们的了 怎么办 哎呦 麻烦你说怎么办之前先动动脑子 我们只要悄悄地跟着他们 等找到宝藏的那一刻动手 还有什么不能办的 还是老板你有办法 佩服佩服 待会给我警醒着点 一步步落地好好跟着 是老板 有意思有意思 这俩家伙鬼鬼祟祟 准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他们一定想不到已经被盯上了 这两家伙长得就像坏人 队长我们现在就叫警察吧 不不不不 不能就凭长相抓人 必须得有证据 人脏病祸 才能让他们哑口无言 这里好黑好压抑 让我心脏有点不舒服 我去外边等你们吧 我看不是心脏的问题 是之前那头牛把你的胆给吓破了 才不是 既然不是 那就一起走吧 是因为刚才小瓢虫还没有画完 所以我想出去 我讨厌半途而废 好吧 那就再见 黄山野林 当心别碰到了野狼野豹子 你就吓唬我 现在哪还有什么野狼野豹子 野狼不一定有 野兔子倒是挺多的 难免咬人 我就在这里等你们 好的 注意安静 千万别惊扰了蝙蝠 等等我 队长 你说他们到底是在找什么 肯定是找猎物 这两个人背后 这两个人背后应该还有一个盗猎团伙 这恐怕是一种大案子 我们林野治安队立功的时候到了 队长 您是怎么看出来这两家伙背后还有一个团伙的 他们俩什么都没带 赤手空拳的 肯定是团伙派出来探路的 对 对 这样一看 的确是这么回事 年轻人 于是要仔细观察 仔细思考 这样才有意思 讲还是老的辣 好好干年轻人 我会教你的 谢谢队长 根据我的判断 他们马上就会联系团伙 队长 他们不见了 马上给我找 马丁 罗娜和郭默进入山洞 黑漆漆的洞穴里面 会有什么神奇的事物在等着他们呢 劳尔和德德设计把马丁他们 关在了一个山洞里 他们该如何逃出去呢 终于看到了藏宝图上的宝藏 大家都非常激动 那到底是什么宝贝呢 答案就在下集百遍马丁